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喜欢的房子 然而自己建房从悬址到装修 每个环节都是有很多禁忌和讲究的 在农村就有很多俗语说的都是针对建房子的一些规定和讲究 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之所以农村人建房有这么多的讲究 都是因为房子的好坏对我们的居住影响深远 例如农村俗语说房屋不开五门 这句话里面的五门是指哪五门呢 同时又有什么讲究呢 其实这五门有四种说法 那么接下来大佬给大家分别解读一下 第一种说法 大门不能对着五种事物 首先这句俗语第一种意思就是说建造房子的时候 注意大门不能对着五种事物 一房屋大门不宜对着四堂庙宇等祭祀场所 老祖宗留下迷信说法 就是说四堂庙宇等地方都是供人烧香祭拜的地方 而房屋又是人居住的地方 居住的话怕不吉利 所以一般房子大门是不该去对四堂或者庙宇的 还有四堂庙宇肯定经常有人前来烧香祭拜 如此一来也给我们的房屋居住环境带来影响 这种房子要尽早搬离 若实在不能搬离 只能改换大门的朝向来化解 若不方便改动 则可以在大门上设置玄关屏风来遮挡化解 二房屋大门不宜对着三岔路 因为三岔路一般车子都比较多 我们居住在房子里也需要经常出出进进 特别是小孩子喜欢到处乱窜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所以房屋大门对着三岔路的话 安全问题没有保障 另外既然是三岔路口 车流量相对比较多 灰尘漫天 汽车尾气都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种情况可以在正对三岔路的方向 设定屏风 隔断或者安装水晶帘 来开展解决 减轻煞气之冲 同时也可以在房屋正前 放置泰山石杆当来解决 还可以在泰山石杆当上 刻上五岳真行图 将其埋在正对三岔路口的地区 其开运化煞效果很好 三 房屋大门不易对着电线杆 高大的电线杆会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另外电线杆的磁场比人体要强 时间久了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还有电线杆对着大门也给我们的出行造成了很多的不便 所以大门最好需要避开电线杆之类的杆状物 若大门正对电线杆 最好改换大门的朝向化解 若不方便改动 也要设置玄关屏风来遮挡 确实不方便通过上述方法进行调整的 可以在住宅门前挂葫芦化解 四 房屋大门不易对着大树 我们都知道 大树对着大门会遮挡阳光 房子里如果缺少阳光容易引起室内潮湿 然后就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若大门正对大树 最好把大门前的大树移走 若不方便移动 可以改换大门的朝向来化解 若不方便改动大门 也要设置玄关屏风来遮挡 确实不方便通过上述方法进行调整的 也可以在住宅门前挂葫芦化解 五 房屋大门不宜对着别人家房屋墙角 在我们这里 房屋大门不能正对着别人房子的墙角 因为墙角属于尖锐屋形状 对着的话会有不太吉利的情况 不过这种情况在大城市是比较常见 但也相安无事 若是大门正对着邻居家的墙角 最好与对面的邻居协商 对建筑物进行改造 使得建筑物的侧面不要切向自家大门 或改换自家大门的朝向进行化解 如果不方便改动也要设置玄关屏风来遮挡 同时可以在房门上悬架八卦突净 八卦突净具备开运化煞的功效 能够反射别人人家墙角的尖角煞气 但不宜悬挂的过多 一个方向只挂一个 整屋不能超过三个 否则必会自残不及反凶 第二种说法 不能开朝北开的大门 我们都知道建房子应该讲究坐北朝南 大门应该开在南侧 房屋才会冬暖夏凉 南北通透 而这五门如果开在了北侧 将不利阳光的照射 容易引起室内潮湿 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所以说房屋的北面 这五门是不能开的 第三种说法 五鬼门布局 所谓五门 指的就是五鬼门 也就是咱们说的鬼门关的一种 大家都知道 咱们国家讲究五行八卦 这一点在风水之中尤为体现 八卦分为 前 阵 坎 更 坤 逊 离 对 而五鬼门也不是五个鬼门 而是东南逊门宅机 又有西南门往西去 西南坤门宅机 又有东南门往东行 两种布局的方式 若是家中的大门 正对着东南方或者西北方 即犯了所谓的五鬼门 是一种招阴的格局 容易阴盛阳衰 减少升南丁的几率 严重者会造成 家中香火无人传递的结果 住宅的门口 不管是正门还是后门 必须在极方 在我国北方地区 有一个风水概念叫做五鬼门 即正门在东南方的住宅 在西南方开一个小门 或正门在西南方的住宅 在东南方开一个小门 这个小门就是五鬼门 是风水上的大忌 轻则遭贼御火 官司牵连 重者五鬼闹宅 家生在祸 如果家中开了个五鬼门 引得五鬼闹宅半夜怪响 只要将小门堵死 不再进出 问题自然化解 但势必给家人 尤其是女性的孩子 留下一些心理阴影 在屋内摆一些斩鬼驱邪的吉祥物 增加住宅的祥瑞之气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种说法 刚进房屋的院子里 不能同时看见五扇门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 也是关于房屋 没开五门的 说人站在大门口 往院子里观看 院子里的门 是不能看到五个门的 大门不算 只算往里面看的门 有能看到五个 就是五鬼门 说的就是最下面的 宅基地上的房门 二楼和以上房门不算 总之 虽然农村很多的俗语 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但老祖宗留下的一些 金玉良言 现在细细看来 有些说法 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你们说是吗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可以给大佬留言 分享你们的见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试极详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